这个世界 只要有真修行人 真修行人 有大智慧 有大福德 中国古艳语有所谓 富人居富敌 富敌富人居 真修行是大福德人 他住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没在哪呢 他住的地方就是富敌 哪些是真正大福德人 这种人 往往大家瞧不起 想一下 阿公阿婆 手上哪一尊念处 日夜不断 就一句阿弥陀佛 你问他什么 他对你笑眯眯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也不知道他听见没听见 听懂没听懂 他就是对你笑眯眯的一句阿弥陀佛 不管你问他什么话 他回答你阿弥陀佛 这种人 这个柱子里都有说 暗后妙道 他真正做到了 幸运之民 不怀疑 不夹杂 没有忘念 念叨功夫 纯净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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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修行人真菩萨在那里 你们都占他的光了 不能瞧不起他 他真干了 他将来往生 你知道他往生什么品位 决定是上辈往生 九品里头 上上品 上中品 上下品 就是他们 有什么可信 呹